朋友们,原以为我上期的视频已经足够离谱 没想到后续更是离奇啊 说,你们这一家人 还有什么惊喜是真不知道的 但那一条床垫之线 就实现了剧情上的三级反转 而上回咱们书说到 王小飞声称第二天要赶赴台湾 网友定主记得带回他的床垫 那么究竟是什么床垫 让达S舍不得换 王小飞先先念念 剧经验宁可文文入睡呢 目前网络盛传张兰曾说过这个床垫200万 目前呢我没有找到这一则视频 但张兰确实给出了一些床垫的信息 网友推测这应该是瑞士品牌海思腾 随后呢又有网友爆出大S家床垫的照片 王小飞的床垫是海思腾Vividuse系列 给大S量身定做从内地运过去的我有图 这个床就是他们买的床 去年买的170多万 今年190万 而且王小飞买了好几个 不要问我怎么知道的 墙上确实写着Vividu 价格区间也和新闻 把酒不离食 但是这个床垫光看外表 却不是海思腾的经典蓝白格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 别急 原子一会说 次日清早台媒发帖 小飞早啊 搭上飞机了吗 随即 这则热搜也在内地 篡身榜一 两地媒体也分别赶赴台北和北京的机场 台媒甚至报道出 铺写一首散文诗 整个台北都在等小飞 就像情窦出开的少女家等的爱情 怕她不来 又怕她乱来 桃圆机场等不来一艘船 但也许可以等风来 真的网友们都背好了小瓜子 搬好了小板凳 期待一场好戏开眼 内地媒体却突然报道 汪小飞今日不会前往中国台湾 两杯媒体是对着空气 白白拍了一个上午啊 此时大S方却传出动静 他将床垫送往了汪小飞的S Hotel 拍床垫总比拍空气好吧 于是媒体们又长枪短炮 前往S Hotel跟拍起床垫 一群记者围着个床垫拍一天 这个奇景全球也是独一份了吧 连杨六都紧跟时事 播放了电影蓝 里面有一句对白是这样的 哦我的老伙计 我想问您 您真的还睡在 我们一起睡过的那张床垫上吗 台媒甚至搞起了床垫直播 而这两天全世界都追着足球看 只有咱中国人追着个床垫看 太荒诞了 太艺术了 不过这床垫怎么不是海思腾经典的 蓝白乡间格文啊 诶这之前网友爆料的不也是白色的吗 兴许是外面套了层白罩子呢 结果现场切开来 啊还是白的 媒体也拍到了该床垫的牌子 根本就不是海思腾 这个牌子的价值约在两万人民币左右 这这这这这 要不就是新闻信息有误 要不就是大S离猫换太子 如果是后者 我建议海思腾立即请大S担任代言人 广告词 海思腾换老公也不用换的床垫 虽然王小飞在微博表示 床垫给压烧了 但酒店的工作人员却表示 焚烧床垫违规 改为由专业团队回收处理 而这回收费需要 一万五 面吗 我看你们是钱骚的 仅仅是这条床垫直线 就让网友们围观了一整天 然而主线故事才真叫精彩绝伦 下面让我们一起见证 24小时内 这个故事的18层递进 3600度的反转 首先是在22号 张兰针对大S的声明 第一次发表了重要讲话 给大家挑点重点 在婚姻中 离婚协议过程中 他是如何的侮辱 用言语别损我不准我贪视孙子 他早就想跟韩国人结婚 而且在大陆离婚程序没完成之前 就迫不及待的结婚了 我的傻儿子到现在还相信是真爱 装作纯洁圣女 实际上不是那回事 新时代代说过 爱小飞不会爱别人 也不会再婚 只想专心抚养孩子 小飞回来告诉我 所以他毅然决然的 把律师家的再婚 不付赡养费条款给删了 离婚后套不断的 还要挟小飞 不断的把非法取得的讯息 传给他人 几个种理由 要加码给他钱 徐女士指控小飞 没有付足家人生活费 要以调解协议付足给他 可完全不是事实 小飞不仅完全付足了 还溢付了500多万元 这些都有证据 不容狡辩 这里指的非法取得的讯息 很有可能就是此前狗仔 放出的汪小飞和张颖颖的亲密照 怎么给那个台湾的小哥 怎么给他寄财照 而这位狗仔却说 吃瓜的同时 网友们也发挥起主观能动性 开始挖料 一则硬此恢复 引起了大家的关注 徐世元 你就别装圣母了 自己妹妹跟唐老师搞上了 被许先生抓奸 你为了保住你妹 娱乐事业给了许大笔钱 是很大笔钱 重点之前也是汪小飞挣的 所以他才有本事上海买房 并且肆无忌惮地 包养几个大波妹 甚至楼下会所完美 你妹敢怒不敢言 你以为你多纯洁 呸 唐老师对应的 应该就是汪小飞微博 提到的挡箭牌 于是网友们对唐老师 发起了搜索 有说是小S舞蹈老师的 有说是小S瑜伽老师的 那搞笑的是 嘻哈歌手唐老师 也无辜躺枪 别再at我了 有没有可能是 其他的唐老师呢 而根据张岚的爆料 网友又开始挖掘 大S与剧君业的 恋爱时间线 你觉得大S所说 2000年他俩分手后 再无联络 离婚后 剧君业拨打了 20年前的手机号 联系上的大S 两人才旧情复燃 但有网友找到 他俩婚后受访的视频 而10年前 大S与汪小飞 正在已婚状态 不过呢 这则采访的介绍 来写着一则澄清 听打字幕人员 将字幕20年前 物质为10年前特子更正 小编音量开到最大声 细听 真的是20年前 20 years无误 大家自行听听判断哈 后面大S提到的工作经历呢 当时因为 我们主持的节目都是 每天都要live播出的 所以只有在 weekend的时候 挑最近的国家去 也更像是在说 20年前 而非10年前 最后网友们又找到了 一则台湾的新闻片段 我在国安会朋友的资料 他们两个通年记录 是在他离婚之前 不是之后 你们真的相信 20年没有联络 打个电话就结婚了 这位评论人是 康熙来了的老熟人 台湾两性作家 苦灵 他此后又再次提到国安局 那是推论 推论我接受 但我是说 你不能确切讲是这样 有人觉得是 有人觉得不是 所以我们是国安会嘛 国家经约 我个人认为啊 开玩笑的成分居高了 要不然这所谓的国安局 不是个闹着玩一样吗 还有网友发现 巨君业在 王小飞大S离婚前 曾经新添过几个纹身 其中有一只鸡 和一只龙 正是他自己和大S的属相 而早在20多年前 巨君业和大S刚谈恋爱时 就为他闻过龙纹身 这次两个纹身是碰巧 还是有意为之 咱就不得而知了 时间来到23日一早 张兰将他发给S妈的语音 悉数放出 内容可谓是 精掉下巴上巴心巴 Ariba 你说是跟王小飞 分手才跟那个大光图 联系的吗 别演戏了 你们管一天孩子了吗 24小时 都是阿姨带着 对吧 小孩子别 在那儿疯了 别让我戳穿他们 天天这儿 我有证人 我也可以让法庭 拉着他们去验血 别在那儿 大志强心针 在那儿表演了 要你女儿的命吧 把她都逼成什么样了 她都逼成什么样了 西属 逼成什么样了 多大了 快70了 摇了一辈子了 拿他们当邀请书 你算得你女儿一辈子 好 还有呢 离婚前的 好多的证据 好多好多的证据 大家想看的话 我会给你们报道 面对这一系列的爆料 向来对媒体比较欢迎的 大小S 竟都长时间保持沉默 更别提剧军业了 除了早前点赞的 大S的声明被台媒胜赞 一举动挺大S 王小菲要气死 此后再无任何动作 我有S妈在对外发声 全台湾的人家在一起都骂不过他们 我甘拜下风 我们也不想受影响 日子还是要正常过 她是哪只眼睛看到西元西地西 睡不着吃住棉药 能好好睡一觉 第二天才有精神工作 也不是天天吃 工作前一天才吃 她就是要把事情搞大 最后她更是气到无能狂怒 为什么疯子杀人无罪 为什么疯子骂人理所当人 无论你在哪里 而针对张岚所说的话 有些网友揶鱼 让她上证据 她却上链接 有些网友则是发扬探究精神 搞起了地毯式的搜索 20年前 小S 阿雅 范小轩和台球选手 陈纯真 曾被台湾媒体报道 举办很厉害的派对 记者当时还称 目睹几人行为举止 不太寻常 陈纯真随后提告媒体 最终该媒体被判 妨害私密罪 2011年 汪小菲曾与S家 在一次聚会中大发雷霆 其怒吼内容也引发网友联想 而且还老公带着两个女儿先离开 再回看汪小菲 今年早些时候发布的一则微博 我本人汪小菲不想再让任何人勒索了 结婚期间 徐希元长期通过他人处方服用违禁药物 每月还要我给药方100万台币 她几次精神出现状况 都是本人在旁抢救 不多说了 但彼时网友们普遍认为 汪所说的违禁药是大S治疗癫痫的用药 而精神出现状况指的是癫痫发作 而几天前 汪小菲用信誓单的检举 小S使用斯诺斯 又称斯诺斯嗨子我们全家 随后又称大S无法出门 留言越演越烈 大S妈曾回应 女儿这七年来确实很少出门 但原因是因为楼下经常有狗仔 就算出门也是带孩子出去 或是去工作 让这起事件更加的扑朔迷离 巧合的是 早在十多年前 大S的新任老公居俊叶就在韩国 因涉嫌系被三次检查 在2009年 他曾出面澄清过这起传闻 紧接着 大S家的天价电费也重回事业 有网友推测 大S家电费如同工厂 应该是在家里种了很多草 参考每句单身独妈里的自家工厂 就在网友们讨论的热火朝天之时 王小菲却突然发文 咱们夫妻一场 昨天我急了 都过去了 咱们不再互相伤害了 你是我孩子妈妈 我感谢你 我什么都不说了 把孩子照顾好 正在直播的章篮 收到这则信息 现场痛斥 你他妈哪讲做错的 你道歉 你疯了吗你 80度以上的 总大包 但转头又为儿子万尊 那叫格局 那不叫道歉 啊宝贝 您那个认知太low了 随后王小菲删除这条微博 随后又发出了一篇 我王小菲 我退场了 我的诉求和正式情况 说出来就完了 可能是私底下又被章篮骂了 他二度山泊 几个小时后 沾山来迟的大S终于再度发生回应 我和我妹不能吸 因为我俩心脏都不好 我妹一周平均工作 四天不等 又跟公婆小孩住一起 根本没有吸的条件 我本人对吸 没兴趣台湾不开放任何 我们很守法 小菲提出的鸣细表不是我写的 我也没有拿到四千多万 但每个月会收到一百万的台币 是作为身心受创的补偿 这次欠款五百万 是他要给孩子的存款 但他拉黑我 以致我无法第一时间提醒他 这才导致他违约误出了法 在讨论协议书时 我知道他爱孩子 所以提出让他拥有抚养权 我有探视权 但他当场拒绝 说他需要三年时间 随后张兰再发长文 我作为小菲的母亲 代表小菲针对前妻徐希元女士声明回应如下 给大家总结一下几个重点哈 暗讽大S从未尊重过张兰 要求今年寒假开始让孩子们回北京 称已经按照离婚协议付了生活费 甚至多付 要求大S撤销法院的强制执行 要求对方删掉 侵害汪小菲隐私的不利数据 写到后面啊 拦截方更是文采飞扬 同样的情境 有人在服务上春意盎然 多彩多姿的绽放 操作成世纪重逢之恋来歌颂 也有人被千夫所指 视为邪恶踏伐 甚至拍照勒索 最后张兰留下一句 希望事情如您声明所说 到此为止 至此双方之后再无任何动作 大S四方的拦截 不仅在新闻版面上博足风头 更在直播带火榜上嘟令风骚 新闻报道他酸辣粉销售超六千万 累计创造1.8亿销售额 昨晚的直播 蓝姐也应景的推出了 一茶套餐来 卤蛋配卤蛋啊 还有点饭呢 要什么有什么 明天买床单好累 今天晚上夜里加班 简直可以说是商业奇才 那总结一下 双方言论高度互斥 互称违法 互称出轨 互称有对方把柄 都拿孩子说事 但又都说对方不想养孩子 那么这期走向出人意料的 罗生门是否真的会就此落下帷幕呢 本台小公原则会持续为大家报道 节目的最后 祝大家今夜在自家床垫上 安眠好梦